教育是社会的希望工程,更是提升国家知识经济的力量,而默默灌溉国家幼苗的老师们,宛若辛苦的园丁,用心利用各种教导方式来启发每个孩子的成长。 本次透过台北市98学年度特殊优良教师评选纪表良活动,除彰显教育关怀年的精神外,更要感谢平时心情奉献与付出的老师们。 我是东门国小校长陈顺和,从事教育工作有28年,曾经担任过教育局的都学,筹备处主任,小学的校长。 我的教育理念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给每个学生适切的教育,就是给他未来的希望。 我喜欢教育工作,因为我喜欢看到孩子灿烂的笑容,有时候看到孩子的一个灿烂的笑容,就像闪亮的太阳一样,充满的希望。 在一年一度的近视月中,不但要感谢在基层默默付出的教师们,让每一位学子的潜能得以发展,更选拔出30位特殊优良教师进行表扬,与所有老师们分享每一个成功的教育理念与经验交流,树立正向优质的教育典范,让孩子们都能在老师们努力协助下得以逐梦踏实。 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时代,今天能获得这个奖项,我想是全校老师,还有家长们的这个荣耀。 因为有团队的一个参与过程里头,让孩子更多元性的学习,许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得奖之后会更鞭策我如何成就老师,成就学生,会是我继续努力的目标。 本次特殊优良教师评选共分九大类,并由台北市教育局长吴青山亲自向老师们献花致敬。 选拔出包括语文与社会科学三位,数学与自然科学两位,艺术与艺能学科五位,辅导与特殊教育两位, 冀职教育两位,学前幼儿教育两位,导师五位,学校行政五位,及校长四位, 以表扬老师们孜孜不倦的殷勤教导。 其实我们都觉得真正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学生,因为得了奖之后,你会觉得肩上的责任变重了。 所以呢,任重道远,秉持初衷,是我们这些得奖老师们共同在勉励自己的话语。 我生长在部落里,能够到都会区来服务,以前真的是很惶恐,后来呢,真的是因为自己很努力也很认真, 在这方面,在语文方面来琢磨,所以呢,在我的学校里面,我用尽各种方式来让我的小朋友来学习。 本次在教育友爱慈悲心,关怀无限师生情的主题下, 学生们也以实际行动来感谢老师平日认真教学的辛劳。 由松山家乡同学带来悠扬的美妙乐章,展现平日练习成果。 而木照高宫的学生则带来动感的热舞演出, 要让老师们轻松一下,并以活力热情卸上对老师的敬意。 我非常的幸运能够在大半生一大的时间能够跟这些可爱的小孩一起相处,一起学习。 我希望未来能够再跟这群可爱的小天使继续在生命教育上面能够共创生命的果实。 在教学这么多年的历程里面,我一直觉得当老师最重要的是一个热忱。 那我这个热忱其实是一直不减,而且随着我们台湾的经济这样过来, 我觉得技职教育这一块其实是值得大家去关心的。 在这26年的教学里面呢,我非常的感谢,也非常的幸运能够在艺术领域里面以艺术来丰富我们的学生心灵。 能够多启发孩子的想法,多跟孩子讨论,引发对科学的热爱跟好奇,我们国家未来在这个绝养科学人才上一定有很大的收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大业因为有了春风话雨的老师们,给予无私的奉献与付出,才能让教育事业结出丰硕的果实。 期许新兴学子们,除了勤奋学习以报施恩外,更要时时刻刻地永怀施恩,给予最大的支持与鼓励,才能让教育之业延续不断。